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普屡次谈起卑微时 二人交往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太祖性格说答 对赵普说 假如在尘土中就可以辨识天子 宰相 那么 人人都可以去访求了 从此 赵普不再谈论以前了就是 赵普三任北宋宰相 直到九百九十二年在洛阳去世 宋太宗听到消息后非常震惊悲痛 对侍奉的大臣说 赵普侍奉辅佐先帝和我也有旧交情 他果断能决断大事 之前和我有些不愉快 这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情 我即位以来 常常在他优厚礼遇 赵普也倾尽全力效忠于我 对国尽忠 是真正的设计之臣 我失去他非常痛惜 于是 痛哭啼气 左右大臣都非常感动 第二组 宋神宗与王安石 王安石 1021年12月18日 1086年5月21日 自界府 浩半山 汉族 人 著名思想家 政治家 文学家 改革家 宋神宗与王安石 相差了二十八岁 并且素未谋面 但是宋神宗还是皇子的时候 在皇宫的文献档案里 看到过王安石 写给宋仁宗和宋英宗的奏者 对王安石的才能和人品早于赏识 故而才当上皇帝 就把王安石召到京城来为以重任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一见如故 以至于谈话时间过长 而错过了吃饭的时间 王安石担任参至正式副宰相主持变法时 中书省五个人有生老病死苦的挥语 正 说明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宠爱和信任 宰相曾公亮无奈的和反对变法的人说 上允介府王安石如一人 此乃天有 西宁言间 司马光等人陷害王安石 宋神宗竟然说 这些事是我决定的 与介府无关 当王安石背了黑锅 王安石被反对派逼得数次辞职 宋神宗亲自给王安石写信道歉 数次挽留 以至于后世贤君清高宗乾隆皇帝不为妒忌地说 那有皇帝给臣死低头道歉的 王安石这是犯上 1079年 王安石第二次大相 宋神宗为了表示歉意 送了一匹宝马给王安石逮捕 1085年宋神宗英年早逝 听闻噩耗的王安石伤心过度 不久也去世了 第三组 乾隆皇帝与和珅和珅 1750年5月28日至1799年2月22日 元明善保 自治斋 自号加勒唐 石护元 绿野亭主人 满洲 清朝中期权臣 商人 和珅初次遇见乾隆的时候 还只是个三等侍卫 但是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有了共同语言 而且和珅此人特别的精明能干 老于世故 很对乾隆皇帝的胃口 乾隆皇帝就不止一次的和其他大臣表示 和珅与他不但是君臣 还是朋友 可以当皇帝的朋友 什么概念 乾隆皇帝和和珅的关系 亲密到什么程度 君臣两人经常躺一张床上通宵达旦的谈论国事 乾隆皇帝多次出公司游 也是由和珅作陪 乾隆提拨和珅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不说 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和珅的儿子为妻 结成儿女庆家 就冲这份恩宠 又岂是刘庸耀 记小兰这位能够比拟的 和珅贪赃王法 买卖官决 这些事情乾隆皇帝早就心知肚明 只是出于对和珅的宠爱和友谊 争一只眼并一只眼罢了 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以后 即为了嘉庆皇帝抄了和珅的奖 并让其自尽 故而历史上才有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的寓语 然而抛开和珅的所作所 为不说 单单论他与乾隆皇帝的私人关系 纵观满清近三百年统治时 也是没有谁可以逼你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